听说关注我们的人,都能跑得很好哦,有一句话说,跨过乳酸门槛跑,菜鸟也能变达人,要想提高马拉松的速度,乳酸门槛跑是必备训练项目,为什么呢? 因为乳酸门槛跑的目的是加强身体清除乳酸的能力,而身体清除乳酸的能力越强,那么马拉松成绩就会越好。 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乳酸门槛,跑步的时候,人体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有氧运动,在这个运动过程中,会产生乳酸,在速度可慢的情况下,乳酸产生的速度不快,人体依靠自身代谢就可以消化,堆积在体内或血液中的乳酸并不多,但如果加快速度,人体清除乳酸的速度,会逐渐改不上乳酸产生的速度, 因此乳酸就会开始慢慢在身体中堆积。 当乳酸产生速度与清除速度大致相当时,此时的运动强度成为乳酸门槛。 再来说一下乳酸的作用,很多人认为乳酸是废物,是造成跑步后肌肉酸痛的最亏祸首。 其实不然,乳酸可以转换成能量,供人体使用,所谓的加强身体清除乳酸的能力,其实是指提高身体将乳酸转化内能量的效率。 有研究都表明,很多世界顶尖级马拉松选手的身体清除乳酸能力都很强大,而对于普通业域爱好者来说,这种能力可以通过训练逐步提高。 乳酸门槛跑的训练方式,既然乳酸门槛跑是指在乳酸开始在体内堆积时的跑步强度,那么训练强就必须确定自己的乳酸门槛时的配速。 很多跑友认为配速越快越好,其实不然,为了身体的健康,乳酸门槛跑的训练因循序渐进,也就是说,虽然这种训练,跑起来比较吃力,但是身体依然可以长时间内维持这种方式。 这样的配速,应当维持多长时间呢?在精力充沛的最佳状态下,跑者可以乳酸门槛跑的配速跑上60分钟左右,也就说精英跑者可以跑上20公里,甚至是一个半马。 所以也有教练说,乳酸门槛的训练速度,大概就是半马比赛的配速,你也可以借助一些外部设备来确定自己乳酸门槛跑的配速。 从生理学上来说,训练有速的训练员的门槛配速,在最大心率的88%,90%,而少训逆愁的跑者,也能达到80%以上。 找一个操场,配戴心率表和心率大,先以轻松的配速开始跑约10分钟,让心跳率达到稳定的状态,记下此时的心跳率和配速。 再逐渐提升配速,以每400米快6到8秒或每公里快15秒的频率,在每个心的更快的配速下维持约一三分钟,记下稳定之后的心率和配速。 你会越来越沉,负担越来越大,直到某一个配速,呼吸会开始变得剧烈,难以维持节奏,身体自身就必须停下来。 此时,你正以超过乳酸门槛跑的配速跑步,乳酸快速累积,迫使身体休息。 通过这个方法,你可以科学地记下乳酸门槛跑的配速。 乳酸门槛跑的训练方法有两种,节奏跑和重复跑。 两者的不同在于,节奏跑是定速跑,即以乳酸门槛的配速,大约跑30到40分钟。 重复跑是多次,以乳酸门槛配速进行相同距离的跑步训练。 每次跑前都有一些段时间的休息,要跑多长时间,前文我们提到30到40分钟。 但是很多教练认为要进行60分钟或者16公里,能做到如此长时间的,都是精英选手。 需要注意的是,我们说的节奏跑30到40分钟,是指乳酸门槛速度,下的30到40分钟。 不包括前期的热身和加速时间,重复跑建议每次训练至少跑20分钟不包括休息时间。 每次休息5至8分钟,形式可以是4000米,5000米或者6000米重复跑3到4次。 需要注意的是,在单次训练期间,不要让乳酸门槛跑的配速超过周跑量的10%, 不要连续两天都进行乳酸门槛跑的训练,一周控制在两次以内。 在备战马拉松期间,马拉松陪速跑训练的后半段,可以加入几个1.6公里的乳酸门槛跑。 只能让你轻松应对在马拉松比赛中可能遇到的锋利,锋向变化或坡度变化。 记住训练是一气呵成,不能停歇,觉得文章合你心意的话,或转发一下呗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